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周潤發、蘇友鵬、劉逆菲主演的電影 這天在北京舉行媒體見面會 據知這部電影投資高達1.3億人民幣 不過就有人懷疑其中有一半的支出 是用了來請 像周潤發、劉逆菲等大牌明星上 我永遠都是最低的 因為我感覺每分錢都過多 不到我的口袋裡 都是我坐在台上收的 所以我就是在整個戲組裡 我公司最低的一個 是這樣,永不漲價 永遠是這樣的 除了兩餐以外,別的沒了 除了關心法國的片酬之外 大家都很想知道 身為國際巨星的法國 為何願意跟首次拍電影的趙導演合作呢 其實來講我也期待跟一些新的導演 有才藝的導演 走在一起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有派對很多名的導演 有才藝的導演 現在我有一點點名氣 有希望、有機會 跟一些新的導演走在一起 我希望他們能為我的電影 或者我的視野 往後的路更走得長一點 因為他們看我 跟我自己看 和別人看我不一樣 但可能以前看了我的戲 他想用另外一個方法 把做人把他推到另外一個層面 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 其實趙導演是國內 很有名的廣告導演 拍攝經驗豐富 所以法國也希望 跟趙導演擦出新火花 另外,他也很喜歡 這次在戲中飾演的角色 一代蕭雄、曹操 我感覺導演編劇的故事 還有編劇的構思 對我們以前看的曹操 跟我認識的曹操都不一樣 特別像一個人 不像一個… 像一個人 不像一個神 像一個人 對 在戲中 跟法哥有一段亡年戀的劉奕妃 為了這套戲 放棄了進軍荷里活的機會 相信可以跟法哥做對手戲 對劉奕妃真是很大的吸引力 不過劉奕妃在法哥面前 一跌都不會協償 還說不會被法哥的氣勢壓倒 因為很多人都給我暗示 說你知道嗎 你跟法哥演戲 你要做很多很多功課 因為你在現場看他 你可能會緊張 我想不管怎麼樣 雖然他是一個很大的演員 可是我還是要做好我的工作 因為那個… 不能有雜念 是 這次飾演東漢末代皇帝的蘇友鵬 在戲中也有很多機會 跟法哥做對手戲 對於這次這麼難得的機會 蘇友鵬也覺得很興奮 他真的是我們以前 就是… 我想大概跟在場大多數人一樣 是我們以前 學生時代的一幕英雄 真的 而且… 從來沒有想到 有照一日可以見到他的本人 而且我見到他的第一天 完全為他的那個氣質和風度倾倒 他非常的… 真的非常的和善 非常的親切 然後就是真的有這個 極速的大哥的風感 也就是… 我沒想到 你… 我沒想到 你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